接下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就是南台湾在这一次的选情 过去当然长期以来 南台湾始终都是绿营的大票仓 这一次我们看到台南市跟高雄市 同样也是民进党大胜 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赖清德 他已超过71万票的票数 接近是73%破纪录的得票率 顺利连任了 那么他在今晚大概六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自行宣布当选 也发表了感言 那么当他在发表这个当选感言的时候 台下的民众甚至已经热情的喊出 要他选总统 开票仅仅两个多小时 赖清德就已经站上舞台 向选民宣布当选 因为他的票数一路大幅度 把对手黄秀双压着打 顺利连任台南市长 同时也是第一位 自行宣布当选的六都市长 台下支持者大韩选总统赖神魅力横扫护城 他在这届选举总共获得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七票 得票率百分之七十二点九 不但比上一届成长十二个百分点 这种惊人得票率远远超越 陈唐山在一九九七年 县长选举的六成五 创下台南县市长选举最高得票率 他在台下就是有人说就是选总统 没有这个打算 赖清德选前不设总部 不差旗帜 五不政策 被调侃太骄傲 躺着选也会赢 只是如今支持率化为超高得票率 除了为赖神再创不败记录 2016总统大选 绿营谁会出现 赖清德目前所累积的政治实力跟光芒 已经让绿营其他政治明星难以超越 记者综合报道 至于高雄市长陈菊也是连任成功了 他走过气暴风灾 那么依然是人气不减 顺利连任成功 一路的领先对手杨秋心 大胜超过五十万票 顺利的拿下近七成选票 而这一次的投票率 比上一届当选的时候 还多出了百分之十六 也因此陈菊他非常感动 不断地向支持者表示谢意 而他也相信 他自己凝聚了市民们的力量 一定可以让高雄转型成功 高雄市长陈菊 德票数完胜对手杨秋心 竞选总部前聚集大批民众 现场欢声雷动气势高昂 即将迈入第四任的市长 陈菊用他特殊的嗓音 患有的声调 感谢高雄市民 七爆重创高雄后 对手咬紧一提 重追猛打 宣亲一度受冲击 不过花妈就是花妈 开票这一天 还是一路领先杨秋心 本来大胜超过五十万票 还拿下将近七成的选票 投票率比上街多了百分之十六 成功守住市长宝座 我们所有人的问一条选票 都是代表高雄的意志 问一条票 都是表示 大家期待高雄专行成功 高雄要提升 高雄要进步 高雄一定要专行成功 你说得对不对 从选战开跑 成居就不像对手那般 清晨开始扫街败票 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 服选党内议员 直到选前一周 才请假投入选战 这一仗成居赢得轻松 即将连任四届市长 得票数差一点点就破百万 成居在南台湾的霸气 谁能跟他比 但是未来是不是能带领高雄 走出灾难 迎降重生 是市民对他的期待 记者综合报导 其实我觉得对台南高雄来说 民营党不用讲 势如破竹 可是现在刚才 沈大佬提了一个话题 就是像台南市的市长 赖清德先生 他的政治行情现在大好 原本之前 我们看到今天选完 就说选总统 选总统 我先请教一下 跟你关系非常深厚的 黄伟哲委员 台南的立委 你说谁跟谁关心 你跟他 你们都台南选区 好了 那看到这种情形 你会觉得有可能 2016市长不当晚 就会先去选副总统或总统吗 这一点赖清德并没有松口 他曾经在这个 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 他讲说还是 目前不谈这个 但是有没有可能吗 你觉得如果现在 目前的事态 因为第二任的县市首长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连朱立伦他已经讲说 他已经清清楚地讲说 他把任期做完了 都会被人家讲说 他已经是蓝营的贡主 可能2016非他墨水 更何况是绿营的赖清德 所以因为像赖清德 他这次连任之后 接下来就要再想下一步了 所以如果他提前的话 去做别的事情 可能选民对他的苛责 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说 邱伟委员 你的看法是不是觉得说 目前民进党的情况大好 以赖清德在南霸天的 这种人气的话 有可能会提前挑战 总统府大位 当然有可能 因为赖清德在整个南台湾 现在声望非常的高 那蔡英文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北部型的 他如果跟赖清德之间搭配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至于柯P 柯P的考验 要从担任台北市长开始 我对他担任台北市长的表现 没有省委员这么样的乐观 我认为他府会关系要处理得好 非常的困难 这一次台北市议会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席次 已经几乎是一样了 所以说将来柯P 必须要跟民进党之间 必须要取得一定的协议 一定的默契 否则在议会里面 就没有人护航 他怎么在议会里生存 他怎么处理府会的关系 柯P旁边用了很多 赖清德很会用人 可是柯P不会用人 柯P用了一些什么样的人 廖永来不敢用的 陈菊不敢用的 然后柯P把他接收了 可是他还是选赢了 选举是一回事 处理市政又是一回事 你选举的时候可能很厉害 你有很多怪招 很多澳部 可是问题是处理市政的时候 你跟市议员之间做互动的时候 跟外面的厂商在做互动的时候 就会发生事情了 是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可亲兄 就是我们看到南台湾 再回来看 这个南霸天 赖清德或是花妈 都是厉害的不得了 可是事实上在任内 大家都会供他们一些事情 例如说像高雄气爆 或是台南也有一些状况 可是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动如山 可是类似的情形 如果换成是台北的话 他们还要再选下去吗 这个想法当然在昨天 今天早上之前 我都还日上认为 但是你已经又大惊奇了 对 所以我现在慢慢从惊吓中 慢慢回复到比较正常 我们来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慢慢会觉得 这个选举结果对台湾人民 也许未尝不好 怎么说 怎么说呢 因为国民党其实长久的思维 会认为他们是所谓的 稳定的力量 但是这次公民却大量的集结 我们先不管什么世代 我觉得什么世代都集结了 然后一举要把国民党 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这就如同在2006年08年的时候 一群人集结在一起 要把民进党给改变掉一样 所以如果长久的这样的情况 一直不停的持续的话 我相信两个政党 都各自有各自的质变 那这个最后的赢家一定是人民 绝对是人民的好处 就是在人民身上 那刚刚我们的重点会放在是说 假设今天柯文哲 柯P上了台北市长之后 他如果真的可以走出 超越蓝绿的某一种路子的话 我相信不但是对于 台北市的市民来讲是福气 可能对整个台湾都产生一个变化 所以就回答 刚才你特别强调柯P 你觉得他处理 就是大家觉得他现在 有点怪异勤博士的味道 大家就觉得说 他现在是五党籍 当这个担任续长 可能来绿都是在野的话 不见得处得好 你的态度 你别忘了他这次选上 是因为庞大的公民力量 这个公民力量也可以主导 也会去影响议会 如果今天 我这样讲好了 假如说今天柯P用了一群怪咖 这些人从来不在政治上面 有什么样子 什么经验 但是我市政府犯错了怎么办 可是 我觉得未来的台北市政府 会充满了实验性 这是一个政治实验 我把它讲完 就是柯文哲用了一些 另外一种素人 进到台北市政府 然后用颠覆性的想法 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市政 做一个新的方法去做 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因为他是选举这样成功 所以我们其实就刚才听到 肯定跟他讲说 我们或许不见得是 就是看到现在台北市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实验 到底会有多少的惊喜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带您来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Dra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